11月3号,北京时间,陈梦又回到总局开始训练了。 从他的态度来看,他可不只是想要个大满贯那么简单,他心里盘算着呀,想在年终总决赛上先拿个冠军呢。 中国国拼在2024年年底最重要的比赛其实是日本福刚的年终总决赛,而不是刚结束的法兰克服冠军赛。 这次总决赛,国拼目前的参赛名单有孙颖莎、王曼玉、陈梦、王毅迪和陈兴通。 这就像是按排名来的一样,后面谁会顶替他的位置,我们也不清楚。 但目前看来,陈梦真的是准备大战伸手了,因为他最近已经回到总局开始训练了,已经恢复训练了。 他之前休息了这么久,差不多有三个月,从八月一直休息到十一月。 现在他回来训练,赶在这个时候,目的很明显,他可能打算在接下来的总决赛中好好拼一拼。 因为大家都知道,运动员要是突然休息三个月,刚回来肯定得有个恢复期,这不就是他的恢复期吗? 本来很多人还猜测说陈梦可能明年才回来,今年是不是他不回来了,然后明年回来再准备时兵赛呢? 不过现在看来,陈梦对时兵赛冠军的渴望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烈。 不然他今年就不会回来了,相当于提前结束了假期,后面还有两个月呢? 这两个月我就不休假了,直接回来打总决赛,这都是为了时兵赛做准备。 对陈梦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比赛就是时兵赛,打完时兵赛之后才是全运会。 他得先把时兵赛打好,然后再考虑全运会的事情。 他现在就差一个时兵赛冠军就能实现大满贯了。 陈梦手上有奥运会冠军和世界杯冠军,就是缺这个时兵赛冠军。 之前的一个周期里,他两次有机会夺冠,但都被孙颖沙和王曼玉分别给拦住了。 孙颖沙在2023年拿下了时兵赛冠军,王曼玉在2021年也拿到了。 结果陈梦的大满贯之路两次都半途而废。 不过现在看来,他已经重新回来了。 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在明年5月份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时兵赛。 不只是陈梦奥运会结束后,国际拼连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国兵统治全部项目的时代,好似一曲不复返,不停有超级新人冲击冠军的位置。 在张本美和大滕沙月纷纷崛起后,前日本第一人伊藤美城近期状态火热。 在措施巴黎奥运会后,这位日本维尔的奥运冠军火将冲击世界第一的宝座。 法兰克福战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国拼此次出征意义重大。 之前的赛事中,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并未完全满足大家的期待。 因此,他们继续在法兰克福战用出色的表现来回应之意。 在本次比赛中,中国乒乓球队将遭遇多位强劲对手。 其中,伊藤美城无疑是最需要关注的。 他渴望在比赛中大放异彩,夺得冠军。 从首轮比赛来看,伊藤美城的状态十分出色。 他以3比0的比分轻松击败巴西选手高桥布鲁纳,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 作为日本的奥运冠军,伊藤美城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是否会对国拼其他人构成威胁,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王曼玉等人也参加了本次法兰克福战的比赛。 他们肩负着为国拼赢得荣誉的重任。 面对状态正家的伊藤美城,球员想要夺冠。 必须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另外一边,奥运冠军陈梦以及孙颖莎缺席了这项比赛。 伊藤美城是前日本第一人,同时也是日本队一个拿到奥运冠军的人。 他在奥运赛场击败了许兴和刘士文的组合, 并多次在比赛中击败孙颖莎、朱宇林等国拼好手。 唯一对伊藤美城保持不败的国拼选手是陈梦。 巴黎奥运会因日本队修改了选拔标准, 完全不按照国际排名来算积分,导致伊藤美城无援。 不过,他的粉丝很大度,赛后没有在日本各大媒体上刷屏抱怨。 在日本联赛和选拔赛中,伊藤美城曾多次击败大藤沙月以及张本美和。 看着这两位妹妹在最近一连串的比赛中收获荣誉,伊藤心里也有想法。 和早田希娜、孙颖莎等人一样,伊藤美城也是00后,今年才满24岁。 他完全有理由参加夏季奥运会。 只不过,自水谷损退以后,伊藤美城在混双上的竞争力下降了一个档次。 接下来的比赛,伊藤美城肯定会全力以赴,试图阻止中国选手前进的步伐。 面对这样的挑战,国平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比赛,才能在赛场上继续击败对手,赢得冠军。 球迷们将始终为中国队呐喊助威,期待他们再创佳绩。 随着蒙比利埃冠军赛的结束,年终总决赛也很快就会来到。 在这战冠军赛当中,国平球员没有晋级决赛,虽然大主力没有参赛,但是小将和实力球员都无法在和外协会的对抗当中占得半点便宜。 而且,面对大主力以外的国平球员,似乎外协会球员更加激进,想要拿到这个冠军事实证明,外协会也做到了。 单说日拼女队,五大主力在新周期一定会有一个改变,张本美和是不是这个周期女单资格的不二人选,现在还不好说,毕竟四年时间谁也说不清楚。 而且面对日拼更新换代的速度,张本美和现在也会产生危机感,因为女拼五大主力当中和张本美和竞争女单资格的球员也出现了。 日拼五大主力,早田希纳,平野梅宇,伊藤美成,张本美和,大藤沙月。 按理说,早田希纳在日拼五大主力当中依然是非常出色的存在,所以只要早田希纳保持现在的实力和状态,这个周期的女单资格竞争,早田希纳就会遥遥领先,毕竟实力出色,经验也丰富。 而平野梅宇和伊藤美成,会成为这个周期竞争资格最困难的两位球员,因为在他们的竞技水平遭到挑战之后,还有张本美和和大藤沙月,对日拼主力虎视眈眈。 张本美和16岁的年纪,就已经参加了巴黎奥运会,而且还有过出色的发挥,战胜了多个国拼主力球员。 张本美和的提升是非常迅速的,如果说这个周期,在女单资格竞争上,张本美和一定会是非常具备竞争实力的,年轻,实力强,而且队内成绩比较高。 但是现在而言,她的位置也遭到了挑战。 仅凭一场比赛,是否就能够确定大藤沙月的威胁比张本美和更大?可以。 因为这场蒙比利埃冠军赛的女单决赛,充分体现了大藤沙月的综合实力。 在日拼女单资格竞争当中,张本美和的最大对手就是大藤沙月,而且也会在随后的比赛中多多相遇。 说起日拼的五大主力,不出意外,年底的年终总决赛和明年的多哈时拼赛一定会是这五人参加,因为日拼女队的五大主力现在已经是拥有非常高的实力水平。 那么日拼五大主力凑齐了,国拼五大主力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年终总决赛和多哈时拼赛,国拼球迷能否出口恶气呢? 要知道,在亚锦赛,蒙比利埃冠军赛这样的赛事当中,国拼球员的表现不佳,法兰克服冠军赛的成绩还未可知。 但是年终总决赛,国拼主力全部参与,去日拼主场迎战日拼女队的五大主力。 对于球迷来说还是放心的,不过现在日拼女队五大主力确实非常出色。 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国拼五大主力会选择谁? 年终总决赛,目前根据排名有孙颖沙、王曼玉、陈梦、王毅迪、陈姓彤。 如果是五朵金花参赛,相信国拼球迷应该会在年终总决赛当中看到五朵金花的整体实力发挥,但也不容小觑。 但是明年多哈十平赛,难道还是五朵金花支撑吗? 说白了,陈梦是一个未知,而日拼五大主力可能还是要孙颖沙和王曼玉两人支撑。 因为现在能够和日拼五大主力相提并论的球员,只有这两个人好端端的女拼后背力量培养,为何现在弄得轻狂不接,只剩下孙颖沙和王曼玉了呢?